开阔国际商务视野 优化国际商务思维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际商务课堂 任何优秀的跨国企业要保证强大的盈利能力 其组织结构的设计都必须与公司战略相匹配 与公司所处的市场竞争条件相适应 即战略 组织和竞争环境必须保持一致 在上一集企业国际竞争战略学习的基础上 今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竞争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公司的组织结构设计就其本质而言意味着三大任务 第一 在组织结构中决策职责的落实 采用集权还是分权 即垂直差异化 第二 把组织正式划分为各子单位 诸如产品分布 地区分布等 即水平差异化 第三 建立整合机制以协调各子单位的活动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垂直差异化是指 如何决定层级组织中决策权的分布 具体问题涉及到战略 研发 生产 财务和营销等决策权 是集中于管理高层 还是把这些权力下放给各经营子单位 有人赞成集权 有人支持分权 支持把决策权集中于公司高层管理者的理由主要有 有助于协调 有利于实施重大的组织变革 以及避免资源重复和浪费等等 与此相反 赞成把决策权下放给公司各经营子单位的理由有 能激励积极性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以及能做出更客观的决策等等 究竟是集权还是分权 现在请看沃尔玛国际分布的案例 在上世纪90年代 沃尔玛开始国际扩张时 在公司总部所在地阿肯色州建立了一个国际分布 以监督海外14个国家的营运点 为了确保全球商店都复制其在美国的运作模式 国际分布的高级管理层 针对不同国家的商品策略和营运点 实行严格的集权控制 随着海外销售额增长至200亿美元 这种集权的方法开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 各个国家的管理负责人在改变策略和运作方式前 需要从公司总部的上司那边得到批准 这样会延误决策时机 集权的方式也使总部因信息负担过重 而做出不好的决定 沃尔玛发现总部管理者未必能对墨西哥商店的布局 阿根廷的商品策略 或者英国的薪酬政策做出最好的决策 当时沃尔玛国际分布的CEO约翰·门泽说 这时我们该做出一些突破的时刻了 我们不能再在一个地方运作全球 各个国家需要由自己来推动这些生意 之后沃尔玛国际分布实行了分权决策 赋予了公司在海外各国运营的管理者更大的决策权 而国际分布开始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 促进海外各营运部门之间相互交流和信息共享 事实上选择集权还是分权并不是绝对的 奋行全球标准化战略的公司 要求集中某些经营决策权 然而当地区调试越来越重要 把经营决策权下放到外国子公司 就显得极为重要 对于实施跨国战略的公司 情况更为复杂 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控制全球生产中心 同时又要把许多经营决策权 下放给国外子公司 组织结构的第二个方面是水平差异化 水平差异化是指将组织划分为若干子单位 这种划分通常以职能、业务类型 或者是地理区域为基础 我们可以结合菲利浦公司的案例分析来进行说明 荷兰皇家菲利浦公司 简称菲利浦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国公司之一 至今已有125年的历史 2016年菲利浦集团销售额达到245亿欧元 毛利润达到106.12亿欧元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早先各国电子市场被较高的贸易壁垒所分割 菲利浦公司采用了本土化战略 经营决策权大量下放到国外子公司中 组织结构设计采用于本土化战略 相一致的地区分布组织结构 请看这张图 这种结构有助于促进地区调试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 菲利浦所在行业的竞争态势 由于贸易壁垒下降 技术变革而发生了根本变化 菲利浦需要采取全球标准化战略 以降低成本 然而公司的组织结构 却没有能与标准化战略 很好的匹配 公司名义上采用了产品分布 和地区分布为基础的矩阵结构 包含了两个维度 产品分布和区域分布 有关某一特定产品的经营决策权 由产品分布与公司各区域部门 共同分享 然而当时菲利浦在各国各地区的子公司 仍然控制着整个组织 产品分布只充当了顾问的角色 这使得菲利浦公司 无法切实贯彻执行全球标准化战略 以至于一直亏损到90年代初期 经过四年的痛苦转变 到了90年代中期 组织结构与公司战略匹配的努力 终于有了结果 财务状况开始出现好转 菲利浦终于将权力移向矩阵中的产品分布 公司将业务领域详细地划分为三个大部门 分别是优质生活事业部 医疗保健事业部和照明事业部 产品包括消费类 医疗保健类和照明类产品 时至今日 菲利浦的组织结构仍以业务领域进行划分 截至2017年 菲利浦公司最新的业务单元包括 个人健康事业部 诊断与治疗事业部 互联关户及医疗信息化事业部 以及照明事业部 除了垂直差异化和水平差异化 组织结构设计还包含了建立整合机制 以协调各子单位的活动 各子单位任务不一样 目标上存在差异 并有着不同的行动方向 把子单位整合起来的正式机制 因其复杂程度的不同 可以分为四种 一 简单的直接联系 二 设置子单位之间的联络员 三 组建负责协调的团队 四 采取某种矩阵结构 协调需求越大 正式整合机制就越复杂 在这里 请大家看陶氏化学公司 采取矩阵结构的案例 我们知道2017年8月 杜邦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 成功完成了合并 合并后的公司命名为陶氏杜邦 合并前的陶氏公司 在特种化学、高新材料 农业科学和塑料等领域 是全球领先的企业 业务遍及约180个国家和地区 在公司发展历史上 陶氏化学的组织结构 曾经采用过复杂的矩阵结构 该矩阵结构包括了三个维度 即地理区域如西班牙、法国、巴西 产品分布如乙锡、塑料、药品 和职能部门如研发、生产、营销 也就是说 一个西班牙塑料营销部经理 既是西班牙分部成员 同时是塑料产品分部成员 还属于营销职能分部成员 它要分别向这些分部的上级汇报 陶氏公司刚推出这一结构时 成效并不理想 多条汇报渠道导致混乱和冲突 为了避免在运作中陷入官僚主义 陶氏公司意识到 组织急需灵活机动性 明确每项具体任务 在地理、产品和职能分部的哪一个维度 具有决策优先权 这也需要引入非正式的整合机制 知识网络来加以支持 知识网络是以企业内各经理之间的 非正式联系 以及分布式信息系统为基础 在组织内传送信息 流通知识的网络 国际企业可以通过企业文化 管理培训及岗位轮换等 使各子公司的经理发生互动 从而使知识网络能够有效运作 介绍了组织结构设计的三大任务以后 现在我们继续来了解 组织结构设计如何与战略相匹配 还记得上集介绍过四种国际竞争战略吗? 这张表总结了四类基本的国际竞争战略 对于组织结构设计的不同要求 实行本土化战略的公司 关注地区调试 倾向于经营决策权下放到国外子公司中 即采取分权 常采用四界范围的地区分布结构 各子单位相互协调的需求低 因此整合机制几乎没有 采取国际战略的公司 通过把核心竞争力从母国 转移至海外子公司来创造价值 研发、营销等核心竞争力资源通常集中于总部 其他营销决策权则分散到各国分支单位中 常采用四界范围的产品分布结构 因核心竞争力需要转移至国外 所以协调的需求处于中等水平 使用少量整合机制 实行全球标准化战略的公司 为了协调公司分散在全球的价值创造活动网 总部通常保留大多数经营决策的最终控制权 因此集权程度较高 常采用四界范围的产品分布结构 协调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的需求高 整合机制使用也多 采取跨国战略的公司 同时需要降低成本并进行地区调试 需要高度集中某些经营决策权 协调全球分布的价值链 又要高度分散某些经营决策权 满足地区调试的需要 常采用地区和产品两个维度的矩阵结构 协调需求很高 需要广泛采用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整合机制 我们知道公司要取得高绩效 必须阶段性的改变组织结构 以适应竞争环境和战略的变化 否则公司业绩提升就可能遭遇重大的阻碍 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的菲利普公司的案例 在20世纪90年代 为了适应公司从本土化战略 向国际标准化战略的转型 菲利普公司经过了重重阻力 终于将权力从地区分布转向了产品分布 而当其组织结构与公司战略更匹配以后 公司财务状况明显开始出现好转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普及 商业组织纷纷向生态化转型 成为了全球新的组织发展趋势 苹果、谷歌、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企业 率先基于互联网催生了大量的新行业、新业态 相对于传统经济强调的单个企业价值最大化 生态组织强调的是生态整体价值最大化 最后我们来进行一下小结 组织结构具体包括了垂直差异化 水平差异化以及整合机制 公司要取得高绩效 必须使组织结构与战略相适应 我们就组织结构的三个方面 如何与企业国际竞争战略匹配进行了分析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 课间思考 对于在全球标准化战略最适合的行业中 竞争的公司而言 采取怎样的组织构架最为合适 这是来自希尔国际商务第14章 思考与讨论题 这次是来自希尔国际商务第14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镜 as 특 王教授에게 Chen 区 Sherlock